有的人喜欢在游戏世界里展现自己 精湛极限的操作技术 也有人喜欢步步为营 思维缜密的运营艺术 在一个个精彩分成的虚拟世界里 我们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但是恰恰有一小部分的游戏玩家 与其他人相比 有着无法复制的超能力 接下来就由客代表带你走进 游戏世界里的纸碎金迷 来盘点游戏史上最昂贵的十大游戏道具 10.九银真金 屠龙刀鞘 九银真金是一款由蜗牛游戏公司 还原武侠文化的网游 就连游戏道具的拍卖 也选择还原了原汁原味的武侠世界 2011年12月24日 他们打造了一个武侠风的线下拍卖大厅 请来财力雄厚的玩家 身披白色披风和面罩 来到现场进行拍卖 拍卖会于晚上22点正式开始 一共只有三件游戏道具 这三件装备的珍贵之处在于 他们只能被线下的买家通过拍卖得到 是绝版中的绝版 首先推出的就是起价1000块人民币的冷红鞠 最终以9000元顶垂成交 而起价5000块的金蛇剑鞘 最终以2.7万的高价成交 而最受瞩目的 无疑是最后出场的屠龙刀鞘 作为武侠世界中名声在外的绝世神兵 在每一个武侠游戏里 都是无法撼动的存在 而屠龙的刀鞘 作为一个无属性的装饰性道具 却是最能直观展现游戏玩家实力 以及财力的存在 屠龙刀鞘的出现掀起了全场的高潮 仅其拍价就高达1亿万元 但是依旧无法阻挡 现场土豪玩家的热情 竞价的声音此起彼伏 屠龙刀鞘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最终从5位数 1月到6位数 当一名玩家喊出10万元的时候 瞬间点燃全场的气氛 经过游戏官方再三确认后 这个绑定了屠龙刀鞘的最强量号 9Y00001 以1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达成交易 仅仅一年之后 蜗牛游戏 在2012年年底 举办的武林大会全国擂台赛 除了年度总冠军的高额奖金之外 游戏蜗牛还用20万回收 去年拍卖的屠龙刀鞘 作为新一任武林盟主 专属的身份象征 想当买下来的那个玩家 兜兜转转 最后净赚10万元 土豪的世界 果然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9暗黑破坏神三 怒火回荡 暗黑破坏神三 一开始是有拍卖行的 暴雪不会直接出售任何物品 拍卖行中的物品 角色 金币 全部都是由玩家提供 价格也是玩家自己制定 而暴雪只是提供一个 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 同时将虚拟货币 和现实货币之间的兑换打通 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经济体系 所以暗黑破坏神三 成为许多游戏工作室 赖以生存的游戏 一般情况下 耗费一些精力 去打造一些精品武器 赚几顿饭钱 基本没什么问题 可是 当一把极品的成果 怒火回荡 闪耀问世 其他所有的装备 似乎都变成了垃圾 怒火回荡 是一把62级的传奇单手锤 这一把极品锤 从属性上几乎全部拉满 已经达到了同类型武器的属性极限 爆表的力量属性 以及攻击速度的加成 在1.06的那个版本 又被称为bug锤 是所有野蛮人 梦寐以求的极品神器 神器也就意味着高价 在美副的拍卖行里 拍出了300亿金币的天价 按照当时美副的价格比例换算 差不多有将近56万新台币 土豪程度直接拉满 8. 刀塔2 金肉山 刀塔2是一款免费下载的MOBA类游戏 也没有需要打造的游戏装备和道具 唯一需要玩家信仰充值的 就是在游戏人物的视频上 这些道具虽然不能帮你赢下游戏 但是能够证明 自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2012年 刀塔2在万圣节 推出了一个 每天最快击杀肉山的竞速活动 而奖励道具 是一个信徒道具 金色肉山 浑身金三彩的土豪气质 仿佛就是要告诉其他人 可不要最好的 也不要最帅的 从来就只用最贵的 由于只有活动期间 第一匹齐杀肉山的队伍 才能够得到 所以金色肉山 在全球限量最多只有50只 但是据说 有人重复完成手杀 所以实际的数目 可能少于50 又是纯金 又是限量的信徒 金色肉山的价格 自然水涨船高 一路突破10万人民币的大关 在最高的时候 一度达到20万人民币 不过升值得快 跌得也快 这样装饰型的道具 就和衣服一样 充满着可替代性 倒塌二里 曾经象征财富的那些道具 最终也慢慢沦为历史的尘埃 2003年 旧金山的灵灯实验室 推出了一款新游戏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 游戏内容正如其名 游戏里头打造一个 属于每个玩家的虚拟人生 自由度非常之高 游戏玩家可以设计游戏角色的外观服饰 行动动画 甚至是居住地 而极具想象力和商业同能的玩家 会将自己的作品卖给别人 而灵灯实验室 也干脆直接提供货币兑换 将游戏中的灵灯源 能够直接兑换成真正的美元 所以衍生出了一大批 依靠第二人生 维持生计的职业玩家 当然 最彪悍的 莫过于一个本职为水管工的玩家 Kevin Odoman 他花费大量的时间 编写那些不可描述的姿势动作 将成人服务 带到了第二人生的游戏世界 每一次服务 需要其他玩家支付46美元 但是具体是个怎么服务方式 大家脑部就好 在虚拟世界成人产业的支持下 Odoman 利用高分辨率的实景照片 在第二人生的虚拟世界中 重建了阿姆斯特丹城 不仅城市里的每一个细节 精益求精 还充斥着贩卖虚拟成人道具的商铺 搞黄色的夜总会 以及拉克小姐 彻底将阿姆斯特丹 打造成一个充满情思的城市 搞颜色永远是有市场的 Odoman的付出最终都有所回报 2007年 Odoman将这座情色都市 以5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家荷兰的投资公司 是的 你没有听错 他把整座城市 折合140万左右新台币的价格 一口气卖掉了 让更专业的投资团队 继续将网络色情产业发扬光大 6.CSGO 脆火爪子刀全篮 CSGO是由威慑开发了一款 全球知名的射击游戏 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讨论 这款游戏的经济性和职业赛场 而是要感叹鸡胖 将装饰性游戏导具的玩法 提升到了极致 对于鸡胖来说 像龙鸡这样的武器皮肤 只能算是个基本玩法 不同的贴纸 磨碎 加上脆火 按金之类的加成 能让同一款武器皮肤 产生相当巨大的差异 例如普通的龙鸡 能从古堡纪念箱子中开出 价格的波动 大概自9000到5万元之间 虽然很多时候 还不如顶级的刀 印花 甚至手套 但是 而当一把龙鸡 贴上赛神津贴 签上世界顶级选手的秦明史 一切都不一样了 曾经趴煞前面的纪念龙鸡价格 一度涨到5万美元左右 而随着C9 在2018年 波士顿锦标赛一举夺魁 杜德尔的签名崭新纪念品龙鸡 以5万美元重交 成为交易价格最贵的龙鸡 虽然狙击枪 在所有的射击游戏中 是最崇高的存在 然而 在子弹横辉的枪战世界里 能够掏出一把 脆火爪子刀的勇士 才是全场最受瞩目的存在 表面脆火系列皮肤 是CSGO中 相当受欢迎的系列皮肤 脆火带来的金色 和蓝色之间的随机结合 使得每一把脆火爪子刀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价格也随着整把刀的颜值 而飘忽不定 当编号387的神级爪子刀 横空出世 让其他所有脆火爪子刀 都沦为空谈 正面全蓝 反面全金 加上崭新出场的低磨损 成就了这件 十万美金的天价 差不多有280万新台币 成为CSGO中 最传奇的武器皮肤 第下诚语勇士 是由韩国网络游戏公司 Newport开发的2D格斗游戏 继承了许多 机机格斗游戏的特色 但是也融入了 科金杂装备的网游特色 而国父的DNF主播 叙叙宝宝 作为承担着一代人 青春记忆的国父第一主播 早年以刷头镜素为主 但是为了更快的速度 就不得不追求更暴力的装备 于是无法避免地 走上了砸钱的不归路 一般玩家的武器 增幅到12左右 也许就能用着 传家宝来使用了 土豪或者高端一些的玩家 会许知道 增幅15会是一道门槛 往后的每一次成绩 更高的增幅 都需要无数的金钱投入 和幸运女神的加持 很容易以时组成千古恩 而叙叙宝宝 自称国父第一增幅王 自然也有自己的底气在里面 当安图恩团本问是 他就将自己的圣药救赎 增幅到17 而95版本 他把所有的装备 增幅到了16 将武器和耳环砸到了17 其中最主名的 就是一把增幅17的 荒谷一臣短剑 前前后后 让叙叙宝宝 砸了将近100多万人民币 被粉丝们戏称为 国父第一短 不过 虽然砸了这么多钱 但是这把武器的价值 却并没有那么高 后来这把国父第一短 被另一把增幅18 胜要短剑超过 最终 也仅仅只是30万人民币 就卖出去了 不过 对于叙叙宝宝来说 增幅失败花掉的钱 永远比增幅成功的多 而它最贵的武器 永远会是下一把 四 大化西游2 画无年 大化西游2 是网易公司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 开发出来的续作 除了更精致的画面 以及更完善的游戏体验 这款游戏 还是对于科金项目 不忘初心 要让整个游戏 都弥漫着钞票的香气 说腻了那些 增幅到天花乱坠的武器 大化西游2里 土豪必争的奢侈导具 就是游戏中最好的召唤兽 年兽 根据每一只年兽 携带的技能不同 价格也有着天差地别 而在大化西游2中 最值钱的终极技能 就是画无 画无的作用 就是取消自己上场前 第一个敌方法术 只要使用得到 就能成为逆转战局的制胜法宝 就连再普通不过的召唤兽 只要能领悟画无这个终极技能 就能翻身成为宝贝 价格起码五位数人民币 而画无搭配上年的高敏捷 笔记本身有优越的属性面板 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价值 刚一问世 就炒到了十几万元 最高的交易价格 达到120万人民币 折合新台币 519万 听说后来 有玩家在喊150万人民币 希望得到一只极皮画无年 也没有下文 三 热血传奇 麻痹戒指 热血传奇是陪伴着无数玩家 二十年风风雨雨的元老级游戏 其中的许多游戏元素 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很多游戏 而在热血传奇的世界中 流传着关于六大神戒的传说 而六大神戒指手的麻痹戒指 更是所有战士玩家 做梦都想得到的神器 麻痹戒指的效果 说起来比较简单 它的面板上 持有零至一的攻击力 因为之前也出现过 专门用来装饰纪念的结婚戒指 所以被很多玩家误以为是垃圾戒指 转手就送人了 但是后来 被其他玩家 在无欲中发现了隐藏属性 能够在PK的时候 麻痹对手 使其不能移动 对于缺乏控制技能的战士来说 就无疑是最契合的道具 很快 其他的麻痹戒指 接连问世 但是暴力低得可怜 每个区的麻痹戒指 数两亿之手 就能数得过来 价格一度飙到十万元上下 而土豪对于极品装备的狂热 是无法想象的 传闻在广东的一个网吧内 一个大叔 看见了边上的小战士 爆出了麻痹戒指后 直接把手中 下支30万人民币的皇冠车钥匙 塞给他 告诉他车该走 东西归我 然而最疯狂的 并不是拿车换戒指 而是在后来一次传奇的官方活动中 只要玩家在活动中 获得充值榜的第一名 就可以得到麻痹戒指一枚 行吧 你想抢钱 就直说吧 但是土豪并不会在意这些数字 130级的大佬 绝对气派 曾经收购麻痹戒指的污果 现在看见一个崭新的麻痹戒指 就在有钱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 他在第一次重宝 就花掉了130万人民币 好在游戏方 也在第一次活动中 尝到了甜头 也就给了绝对气派第二次机会 绝对气派向麻痹戒指 发起了第二次冲锋 因为他说 在服务期的 只有他一个土豪 没有麻痹戒指 所以他这次 只冲了70万 就已经觉得自己声称在握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个结果眼上 130区和其他区合并吗 70万 自然不能和其他区的大哥比较 于是 绝对气派前后 在怒砸了200万之后 依然没有得到 心心念念的麻痹戒指 第三次 杀红了眼的绝对气派 背水一战 又是140万砸了进去 最终 以340万的中价 收入这枚 来之不易的麻痹戒指 也在传奇的游戏世界里 缔造了一段奢明的戒指神话 要说科金哪 课代表还没借过 比梦幻西游更强悍的游戏了 这首先 源自于它成熟 而又稳定的经济体系 也号称 是世界上最保值的网友 无论是火爆 还是渐渐冷清 装备的价格 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在游戏官方的交易平台 藏宝盒中 时常挂着标价上 加十几万人民币的声音 是梦幻西游这么多年来 屹立不足的基石 据分析 光是藏宝盒的单元交易盒 就能够达到5-6亿人民币 可见其经济体积的稳定 许多玩家 在游戏里前后砸了1万元人民币 等过个一年左右 想要卖号回血了 脸黑一点的 都能赚回个8000元 而除了回本 还能小赚的 也大有人在 现在的梦幻西游 缺少新鲜血液 但是却充满着 财力全富的大佬 愿意为神装 一只千金 2016年 作为全富第一个 千亿经验的玩家 三毛先生 在梦幻西游官方的 交易平台层口合中 以120万人民币的价格 购买了一把 无级别限制的双龙酒烧 登顶五神坛 而同一年 三毛先生 又将自己的账号 连带着 这把创历史的双龙酒烧 以126万的价格出售 从此消失在 玩家的视野当中 而随着版本的不断重新 120万的双龙酒烧 也渐渐被人超越 后来 一把无级别的 锻造时期的千伤神枪 天龙破城 成功刷新了 双龙酒烧的交易记录 天龙破城 在游戏中 一共被交易过三次 第一次就高达100万 二手就已经高达130万 第三次的成交价格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0万 而这把武器的成交价格 也是最终定格在了 340万人民币 你以为 这样就达到极限了吗 天龙破城 是150级的武器 等到160级的神兵 能出世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血带的下一次交替 如今的千少 已经满足不了 梦幻西游里 真正的大佬 这件160级的赤鸣宝珠 被鉴定出 无级别限制 而且 只要这件赤鸣 能打上16段宝石 纵伤害 能够达到1100 绝对是土豪的新宠牌 而对于这件神兵的拥有者来说 自然也是希望 这件武器 能够远远超越 之前的天龙破城 他拒绝了部分买家 350万的开价 将最低价格 要定在500万人民币 将近2200万新台币 从此劝退了很多土豪玩家 最终 在一名土豪买家的战斗下 这件无级别赤鸣 最终换来了一辆 巴拉利458 也算是成就了 梦幻西游里的另一份神话 如果一定要说 游戏史上最昂贵的游戏道具 那么前十 一定会被安特罗皮亚的世界图办 安特罗皮亚的世界 发行于2003年 是Mind Ark开发的一款 角色扮演游戏 拥有超过68万名玩家 扮演一群星际殖民者 去发现 并开发这个全新的星球 卡洛普索 在这个星球上 分布了各种野兽 和矿石资源 供玩家猎杀 采集 以换取收入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将现实货币体系 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玩家通过语音商 将真实货币 兑换成安特罗皮亚币 从事商业活动 然后再将得到的虚拟货币 兑换成真实货币 所以换句话来说 安特罗皮亚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投资游戏 苏普罗姆酒庄 在游戏中 发放了一批香槟酒 最后 每瓶香槟酒的炒卖价格 竟然超过了15美元 而地产业 绝对是这个游戏里 最受欢迎的项目 曾经有玩家花费 26000美元 买下一座金银岛 然后 向来到岛上活动的玩家 收取费用 仅仅一年 就赚取3万美金 可谓是光速回本 最后 一枚价值7万美金的 虚拟蛋蛋 Nest Egg 在拍卖会上 以33万美金 成交的时间供空间站 然而 这些都算不上什么 只要你足够有钱 在安特罗皮亚世界 没有不能购买的东西 即使是玩家脚下 踩的那颗星球 这个名叫卡利普索的星球 最终被摆上货架 售价高达600万美元 将近1.67亿新台币 实在是疯狂到了极点 如果你要问 柯代表自己心中 最珍贵的游戏道具是什么 那柯代表 可能会找大家的信 比起上面这些 动辄成千上万的道具和装备 柯代表还是最怀念 刚刚带着冲击和快乐 第四等五游戏时 身上的新手装备 那个时候的游戏还没有变质 没有盘比和交易 只是为了单纯的快乐 而去探索一个个 未知的虚拟世界 能够接手初心 才是最宝贵的财富